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進入到第一個單位 請各位注意一下雲端的這個網址一定要記起來 然後之後的話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如果你回到家的話 我們的那個Python384這個連結在安裝環境裡面 那將來呢 我們 比較完整而且最新的講義的話我是建議你可能慢慢記一個叫雲端白板 各位有沒有看到在安裝環境的上方有個叫做雲端白板 那你可能不一定長這樣 你們可能是長這樣吧 清單模式吧 還是什麼這個有一個叫 這個叫什麼 格狀 那當然可以 把它改成清單模式 那上方就有個所謂的那個雲端白板 那每一個單元喔 我將來的習慣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東西集結起來 就是你們現在的講義的資料啦 那只是說 講義的資料有個缺點喔 就是它 沒辦法 變動 就是如果有一些東西啊 我想要改 那變成講義沒辦法改 但是我雲端上面的東西喔 我可以 假設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update的話 那我會隨時直接就更新了 那所以啦 我是建議慢慢 各位 將來慢慢 如果我上課會講到說在雲端白板哪個地方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甚至我會把程式貼上去 那如果有一些程式呢 你假設是來不及寫的話 一樣你也可以從雲端直接複製貼 然後先亂亂看 然後 有時間呢 再去自己 再寫好了喔 那所以呢 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 也許慢慢習慣一下 找到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就01嘛 建置 Python 環境與程式 測試 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單元 那其實我裡面會寫一些 寫一些 敘述啦 那當然呢 第一個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到底我Python要用 什麼樣的環境來撰寫 其實最早我用了蠻多環境 因為其實可以寫Python 至少10中以上 它的編輯器 10中以上 至於哪一個最簡單 後來我發現 好像用 叫做Spider 是最簡單 為什麼 因為它直接就是 在Python裡面就已經提供給你了 而且我把它 打包成一個懶人包 好處就是說呢 你直接解壓縮 就OK了 所以呢 將來 假設你執行到 你把它解壓縮到 第一疊底下 會有個Python384 你底下會有多一層 叫做Scribes Scribes底下會有個叫什麼 Spider3 你就把它點兩下打開 那你的Python環境 就弄起來了 不過喔 因為我剛剛講 我在C怎麼辦 所以如果 我剛剛已經解壓縮了 所以我剛剛是在 在哪裡 在C疊底下 有沒有看到 C疊底下 它的叫Python384 因為我剛剛有做一件事 就把它搬到這邊來 然後按右鍵 記得喔 是解壓縮字詞 你不要再做一個 目錄 變成Python384裡面 又有Python384 那路徑就多一層 不對 如果是這樣 你可能要把它搬出來 那把它解出來之後的話 這邊就可以看到 Python384 裡面又多一層 記得喔 在Scribes裡面 找到Spider 就是我要執行的執行程式 所以把它點兩下 然後你可以往下找 就是這個 把它點兩下 假設 路徑是對的情況下 程式就弄起來了 OK 可是喔 這邊好像會出錯 我看一下 點兩下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什麼錯誤 他說 在那個C疊底下 我找不到這些東西 在D疊底下才可以找到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請你在 Spider3上方按右鍵 建議是用有一個叫做編輯器 叫做 Edit With NodePay++ 的這個編輯器 不過啦 可能有一些同學的電腦應該沒裝這個NodePay++ 再強烈建議一定要裝 你只要寫程式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NodePay++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這個 程式的話 請你Google它一下 然後呢 Google NodePay++ 你如果在Google打NodePay++的話 它就會直接是一個download 它會有個連結 那請你把它download再安裝 很簡單啦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 蠻一般的 只要你是跟程式有那麼一點關係 應該都知道這東西啦 因為 主要原因當然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的記事本 不好用 有沒有 太陽春了 那這個NodePay++其實就是取代你的記事本 所以呢 我們假設你有把它安裝起來之後 它會出 你如果按右鍵它會出現 EditVis NodePay++ 那你就直接點選它就可以了 我做一次就看 按右鍵 EditVis NodePay++ 接下來的話呢 它會出現這個啦 要不要下載 不要好了 OK 然後呢 接下來請你把它往下捲動到底下 不過呢 捲動到底下的時候 你可能還沒看到路徑 這邊有看到路徑 請你把 就是把這個捲軸 有沒有 本來在最上面 把它捲到最下面 可是如果你捲到最下面 你應該會看到 應該捲到最下面 應該可以往上找 在大概中間 偏上面一點的地方 會出現 D冒號 有沒有這個路徑 那很簡單 你只要把 D 改成 C 可是有一種情況 老師為什麼捲到最下面 跟你不一樣 看不到 那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檢視裡面 你可能還要多做一個動作 叫做自動放行 這個可能要打勾 因為如果你沒打勾 它不會折航 它會變成說 很多次 它會跑到最右邊去了 所以我把它 恢復成原來 如果假設你沒打勾的 你會發現 你說 像我剛剛是把它捲軸捲到底 奇怪 老師為什麼沒有看到 跟你一樣的這個東西 原因是因為 它的位置在最右邊 你要這樣捲到這邊才看得到 所以我建議各位乾脆這樣好了 你就直接把 檢視裡面 先找到自動放行 把這個自動放行先打勾 我記得點它它就打勾了 然後再把捲軸拉到最尾巴 這樣就OK了 所以自動放行 然後這個捲軸直接拉到底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 然後很簡單 直接請你把 D 改成C 那如果將來你放在E有沒有 你就改1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得邏輯 然後這邊改成C 改成C 接下來的話 請你上方有個儲存 Save一下 完成了 就這樣而已喔 沒有很複雜 OK把它關掉 接下來呢 重頭戲就來了 你就把它點兩下 打開應該就成功了 理論上應該就成功了 但是喔 因為這個SPA的第一次執行會跑很慢 所以會一下下 這個就是正常的 喔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啦 如果你沒有做錯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懶人包還蠻簡單的 你點兩下打開應該都OK 打開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喔 他的那個畫面喔 會拆成幾個部分吧 大概就是 拆成左邊是編輯器 這邊是說明 然後這邊就是控制台 這個是可以左邊拉右邊拉有沒有 這邊可以拉啦 OK 但是你不要沒事把它關掉就好了 我們之前有從一個不小心就把它什麼 把它關閉有沒有 這個把它關閉 然後這邊又不見了 OK比如說 那當然將來你要怎麼寫程式吧 記得喔 沒事不要關喔 關了 關了沒關係啦 關了等一下我跟各位講 怎麼把它恢復 你要怎麼寫程式很簡單 就跟你使用那個Office Word好了 Word不是要開心檔案對不對 所以將來你要寫程式的話 記得喔 按一下 這個左上角不是有個新文件對不對 按一下 就會出現有個新的module 那請你把這個上方這個叫註解啦 這個註解其實我的習慣是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OK了 那將來你要寫程式的話 直接就寫在這邊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就可以開始寫了 寫第一個簡單程式好了 比如說 產生兩個變數 一個A 一個B好了 A裡面放3 B裡面放5 然後再把 A加B的結果 把它print出來 顯示在控制台 那怎麼做 你就這樣打 A 直接再開一個新的文件對不對 然後直接在空白處打上 A等於3 Enter B等於5 然後再加一個 再多一個變數 加ANS好了 ANS的結果 結果等於A加B 然後Enter 最後再寫最後一行 把結果print出來 print print就是把結果把它輸出 輸出 發幅之後 裡面放ANS 然後再加上 好 程式寫完了 不過寫的過程當中 同學說 我是姿態小怎麼辦 很簡單 請記得一個快速鍵 按下Ctrl之後 再按那個 最右邊的加號 不 直接喔 在這邊有沒有 Ctrl加就是把字放大 按一下就放大一下 不過這個 Ctrl加 縮小呢 Ctrl- OK 有沒有 這個其實 跟那個 我記得好像是跟Photoshop一樣吧 好像很多那個圖形 甚至喔 你那個Nordplay++裡面也是一樣 Nordplay++你要放大縮小 也Ctrl加 Ctrl- 操作方法一模一樣 編輯器 Ctrl加 Ctrl- 好 那我們程式寫完了 應該這程式不難吧 這個程式主要就是 建立 應該算是三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是A 第二個變數是B 第三個變數是NS 再把NS的結果把它 輸出到畫面 那輸出的話呢 其實就輸出到控制台 所以要怎麼執行 請各位看一下執行在這裡 最 上方有沒有 有一個類似像那個play鍵 有沒有播放 就這個啦 所以你就把程式先打好 對喔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把它play 第三個請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控制台 控制台這邊就出現 它的結果就被print到這邊了 試一下 那如果可以 表示 就是 恭喜你 你今天的進度就達成了 因為程式有沒有 環境OK的嘛 可以run了 那就可以下 沒有還沒那麼快 那等一下就可以寫更多啦 甚至你也可以把這個敘述 問XGPD 請你幫我產生三個變數 一個是A 一個是B 但這個太簡單了 對XGPD有點 挑戰性太低了 但是是可以這樣做 OK 讓我們最後呢把它run下看看 creen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看到 控制台的下方 有出現一個數字 叫做8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你已經完成了這個程式的訊息 但是它當然不完美啦 為什麼 因為說這個第一個 字太小 怎麼辦 一樣嘛 控制台如果你要放大 Ctrl加比較好 OK 那第二個你說 老師那這邊 這個好像有點太單薄 雖然它是NS 我把它print出來 因為它把兩個相加的結果 放ANS 那把它輸出來 OK 可是好像是不是 多一些那個 敘述會更好 比如說什麼 加總結果 冒號 這樣會更清楚 但問題來了 我們如果要加上 ANS前面喔 還要再加一個敘述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 這個注意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剛好特別 強調就是那個 資料形態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文字跟數字 如果把它串在一起 輸出的話 在Python裡面 沒那麼簡單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確定一件事 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一 先到這個地方 找到 C碟下面的Python384 裡面的script 找到spyder3 按右鍵 added width 記得先檢查一下 檢視裡面是不是 自動化 4的話呢 再把這個卷軸拉到最下面 你就會看到路徑這個地方 一定要記得把它改成c 存檔 然後接下來應該理論上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打開之後的話呢 spyder run起來 接下來呢 就請你把程式 寫到這邊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看喔 谢谢大家